老姐们,尘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句话呢,说的真是一点没错啊 这连续两天我都没有直播了 为什么呢?我怕 我怕有更多的歌友找我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啊 前段时间有一位甘肃的歌友 他向我诉说 他的歌子打开轮面以后呢,就不飞 在天上也就飞个三五分钟就下来了 张口呼吸 大喘气,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向他介绍一下 来让歌子飞得久一点 我当时呢 也是说实话了吧 我跟他这样说的 我说只有健康的歌子 才肯飞 你把歌子羊健康了 他自然就肯飞 再说了,现在是换预期 你也不用 让歌子飞多久 就自由加飞就行了 但是他不行 他说别人家的歌子都能飞 为什么我家歌子不飞 我说你把歌子 呼吸道呀 练住嘴呀 清理一下 确保你家的歌子 是健康的 那么我向你 推荐一种方法 因为这是我们大比赛 一些歌手 一些经验 也不是说每个歌手都知道 我说你把呼吸道清理一下 尤其是上回道 你清理了以后 你的歌子飞得高 飞得远 时间飞得长 当时呢 他也是抱着我半仙半仪的态度 就买了一瓶 没想到过了几天 他跟我说 大叔 我把歌子上下呼吸道 都清理了一下 结果现在我的歌子飞得不得了了 早晨我都不敢放了 我都是到下午放啊 下午放出去 他竟然飞两个多小时都不下来 你这咋想呀 一直把我的歌子不飞伤了吗 你有什么方法 再让他不飞 后来有什么产品 给他吃一下 让他不飞 时间飞短一点 老姐们 你们说 我该怎么办呀 当时在直播间里 他这样说啊 有一个歌友就说了 有个好方法 你可以让他不飞 少天开水 烫一下 他就不飞了 当然 这是玩笑话啊 不飞 你找我 是吧 叫我给你 出出主意 现在飞了吧 你又说时间飞久了 我当时我就跟朋友们说啊 如果你不怕你的歌子 飞伤了 飞累了 那么让歌子飞的方法 有很多 让他 时间飞得长 飞得久 屏幕前那里啊 如果你的歌子不飞 就是低飞 不高飞 你可以 把歌子的 上呼吸道 给他清理一下 不过 这东西飞好 我要跟你提个醒啊 就是呢 做过以后 不能讯发 还有一个比赛 即可上龙前 不要用 最少提前 两到三天 用 比方说你今天晚上用过了 明天不能讯发 不能讯发 可以加飞 你可以试一试 它的作用 有多么的 强大 我还是善意的提醒啊 现在是 坏雨季节 又是 炎热高温 能休息 就让歌子 尽量多休息 让它 安全 快速的 坏雨 如果你 采用我的方法 你的歌子 时间飞长了 飞久了 你不要怪我啊 不要怪我说 你这种方法 把我家的歌子 飞伤了 就好 可以吗